县长视察蓝阳原创馆推动原民文创产业 宜兰县首创原住民族的文化绘本正式启航 东三2月27号施放高空烟火 观赏地点爆米之道 三星油菜花开了 金黄色的花海精彩亮相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蓝夏如 感谢你收看今天2月25号的宜兰新闻 先开始要带你来看的是 这是由宜兰县政府旧的员工宿舍 就在吉米公园及幸福转运站的附近 整修而成的蓝阳原创馆 馆内规划有服务中心 还有传承工坊以及复合式的餐饮等等 目前正在积极招商当中 预计在今年8月份会正式来开幕 县长林子庙今天也特别前往视察相关的进度 鼓励有兴趣的厂商尽速来报名 共同创造宜兰原住民的产业发展 县政府表示 县年约有四成的原住民集中在都会区 族人非常需要一个拓展产品的据点 来连结原乡和都会区 因此特别规划南洋原创馆 希望能成为东部第一品质的 原民艺术亲子文创馆 原住民的产业传统产业 那我们希望很有艺术文化 亲子产业的发展 所以到了我们这个南洋原创馆这边 它有九栋的历史建筑 那其中有五家的餐厅 还有服务中心 还有原创馆 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提升了原住民的生活文化 总经费6500万的南洋原创馆 已在一月底完工 预定8月正式开幕 目前正在积极招募进驻厂商 县长林之庙今天特别前来视察相关进度 并鼓励有兴趣的厂商尽速报名 共同创造宜然原住民产业发展 我们向中央征集了6500万的工程费 那中央出5000万 宜然县政府出1500万 亦计在8月能够完工正式启用 而且在我们110年的这个从现在开始到年底 这个房租的租金是免费的 而且水电费也免费 如果在111年呢 就是预计啦 每瓶会有600块 但是呢我们希望把它做成功 希望把它这个原创馆呢 让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文化产业艺术 还有这个美食都能够在这个原创馆里面呢 发挥的它的功能 所以我期待 我非常希望我们所有延兰县 所有的工艺师产业的部分 大家一起动起来 我们一起争取 让这边的变成一个宜然的新亮点 处长也特别讲 这可能是我们北台湾一个原住民的 亲子的原创馆 所以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呢 启动起来 在整个部落经济产业 整个从上游中游下游 我们如果说未来整个产业要做一个发展化 那恐怕我们要有更多的软体 能够帮助我们部落经济产业 来做转型跟升级 我想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林志发县长能够看到这样的问题 在平地弄一个原创馆 让所有的原住民能够发挥他们的创意 因为原住民的小吃还有精品小工艺 服装音乐都非常棒 可以在都会区里面展现出他们的能力实力 以及他们的梦想 希望有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可以来带动我们的观光 所以今天我自己来吃 我在这里也依照说 我们这个原创馆不管是早上也好 以后营运也好 我相信说后天是一瓶六百瓶而已 是一瓶六千瓶就有人想要来做 比较是说人潮是够好吗 南洋原创馆是县政府救援工宿社群 锦铃吉米公园和幸福转印站等等游戏空间 未来将规划假日市集以及音乐会 借此来带动周边产业发展 敬请期待 南洋原创馆 亦然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 亦然现原住民资源中心 在109年接牌到现在 结合了原乡地区的竹语老师 以及足语推广人员还有专家学者 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 由创生四季以及宜兰哲奥利 还有赛考利克等三种独具有宜兰在地特色的 泰雅族的文化绘本 并且在今天早上在县民大厅来举办新书发表会 这三种绘本分别是 原来如此金黄色的世界 谁爬到了瀑布上头了 并在今天的发表会中 透过原乡小朋友来呈现绘本内容和特色 县长林之庙表示 县政府对原住民教育和文化传承一项都非常支持 这次宜兰县原住民族语文化绘本 具有教育艺术和趣味等多元特色 期盼透过绘本的发表 让原住民族的小朋友 进一步了解县内原住民族传统生活记忆 和部落历史文化 一个地方的进步 要看它的文化进步到什么程度 地方就进步到什么程度 那今天呢 这个文化的会员 来自不同的年龄层 那我们希望能够接种这个文化 这个文化呢 带动了地方的繁荣进步 那这个文化的保存 就是我们的预言 从预言开始 所以今天呢 如果呢 这么热闹 这么的光荣的 我们的这个预言的这个传承 感恩助 接放传承 这个都很重要的 不管是迟老 不管是学校的校长老师 包括各学校的汉族的老师 我们在这几年来 真的非常地认真的努力 找回一个民族的灵魂 我们都知道 没有的语言 没有的文化 没有的历史的概念 这个民族就是失去灵魂的人 也不是真正的打印 也不是真正的阿美族人 也不是真正的台湾族人 所以在这里特别感动 也特别的感谢 原住民族语言发展了第一条的第一计划 原住民族的语言是国家语言 在今天的一个发表会里面 从小朋友的这个呈现 充分地展现 原住民族语言就是国家的语言 在这边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县政府 还有研制中心 我们原住民 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英雄 他是台湾最重要的英雄 值得我们来为你们感谢学习 然后原住民族是一个多元文化 他象征了一种多元文化 不同的这个背景 所以今天的这个新书发表会 特别的意义 教育处也指出 未来原住民族资源中心 会继续开发县内各原住民族 相关教育媒材 让原住民族交易更多元 进而创造多元文化价值 落实在地文化传承 宜蘭新闻记者 赖福新采访报导 明天就是元宵节了 但是疫情的关系 东三相公所停办了元宵团圆夜 改由释放高空烟火 要营造一个热闹的气氛 时间是在2月27号晚上的8点 释放的地点是在 东三火车站前的农田 释放的时间有12分钟 距离要观赏烟火的全景的民众 建议可以到生态绿洲 还有道歼美境周遭 来欣赏璀璨的烟火 明天就是元宵节了 也准备要迎接228三天连假 往年东三席开摆桌的元宵团圆宴 因为疫情取消 要改以高空烟火秀的方式来呈现 2月27号晚间8点 会在东三火车站前农地释放烟火 时间约有12分钟 那我们在元宵节的当天晚上8点 那我们来释放高空烟火 就是在2月27号晚上8点 那这次有长达12分钟的高空烟火秀 那欢迎所有的民众可以一起过来 那在漫步在我们的旧和港灯区 甚至在我们东三火车站附近的一些亮点的一个区域里面 来休闲 那晚上8点的时候 正式烟火秀开始 长达12分钟相当难得 台湾有10分至12分 700几秒的这个时间在里 所以说 欢迎国家的好朋友 可以来我们 当双方 车头 公共车头 车都来 我们就看得到 如果想要在距离较远的地方观赏烟火 建议可以到生态绿洲 到兼美境或是周遭的山区 而摄影玩家也可要赶快准备好器材 事先查询当天天气风向 找个好位置拍下灿烂烟火的一瞬间 有一些摄影的同好 那可以在生态绿洲 或者是在我们的旧和港区 甚至在这个天造工 这个附近都是相当好的一个取景的地方 那我们四方的地点 它是在旧和港区原本我们的花海的田间那个地方 那那个地方相当空旷 所以没有遮蔽物 所以都可以来取景 那如果说是从这个天造工 在我们的东山 东山桥这个部分 甚至从这个生态绿洲这部分 拍过来的话可以把烟火跟我们的美丽的东瓜山火车站 这个瓜棚也都可以入境 美丽烟火绽放夜空 搭配到3月1号结束的旧和港灯节 再创活动亮点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除了欣赏高空烟火之外 也要告诉你一个花海的地方 这三星乡打造一个缤纷的花台 在台积丙县还有中游加油站周边 种植了油菜花田 目前正式盛开的季节 形成了金黄色的花海 春天赏花 一定要来拜访三星 三星相公所本来要利用台积丙县上 在中游加油站周遭的修根农田 营造春节艺术装置 而且还广植油菜花 后来因为疫情而取消布置 避免人潮聚集 不过洒下的油菜花种子 挺过了宜兰连日雨室 现在已经盛开 在年底三个月 年底下 第一次有我们很多农作部的生产 都很不好 也刚才很想说 在我们年底下的油菜花 本来是要印尽在年底办的华东 也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很多华东都出消去 属不滴滴 最近天一节放晴了 我们看到现在油菜花田 反而倒是现在变成一个地方的景点 虽然油菜花有部分折损 花的密度有降低 但黄澄澄的花海仍不失其风情 二二八廉价外出赏鹰 也别忘了来看看油菜花田 马上我们二二八年假就要教育了 我们也反映我们全国的这些乡亲 利用年假期间都走出户外 更欢迎到三星乡来走走 油菜花花粉中含有丰富的花蜜 引来彩蜜与蜜蜂飞舞花丛兼 花期大约是一个月 春天赏花正是时候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关怀是不间断的 宏道基金会连续12年举办了 过年的欢乐气氛 希望让弱势的长辈年节期间 能够减少弱势孤独感 感受到社会的关怀 在元小姐的前夕 宏道老人基金会的社工师 连同志工们一起来到午节 关心脑性麻病的独居康阿公 并也把庙会走春的祈福活动 直接搬到她的家里 不仅扮成财神献身拜年 还大玩戳戳乐猜灯迷 营造过年的欢乐气氛 让不方便出门的康阿公 笑得非常开心 南东祝老 客不容缓 祝大家年宵节快乐 家里这么很久没那么热闹 对啊 因为阿公他本身是独居 所以呢我们邀请了 我们这附近的志工 然后还有我们的社工 来办这个圆滚滚的这个财神爷 一起来在这个元宵节之前呢 为阿公来就是热闹 享受这个过年的气氛 然后也可以提前来庆祝 元宵节的热闹的活动这样子 宏道老人基金会表示 寒冬助老客不容缓 独居弱势长辈关怀计划 迈入了第12年 今年不只提供的年前大早 除半年货送年菜等等 还增加了陪伴长者走春 隐心的服务 就连礼物都是客制化 希望若是长辈在年节期间 可以减少孤独感 感受到社会的关心 我们今年办这个 寒冬助老客不容缓的服务 已经第12年了 我们其实从头层 郊西还有 武捷这边呢 转为我们总共服务150位的 这个独居弱势的长者 我们其实每一个礼物呢 都是为每一个独居弱势的长辈都有特别客制化 那依照他们的需求来做准备 那像阿公他 那我们就有特别准备 麦片跟奶粉来补充他的营养所需 这样子 宏道老人基金会 今年已经为宜兰在地 150多位弱势或是失能长辈提供寒冬助老服务 并没有因为年节而停下脚步 所以希望可以邀请民众一起发挥爱心 捐款响应 关心弱势长辈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 高阶离所以在嫁接时滑包受冻是无法结果的 全宜兰县这次受害率已经超过20% 农友会也公告符合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条例 每公顷是救助6万元 农民可以在2月24号到3月5号提出申请 而三星乡为高阶离最大宗的产地 所以公所在受礼期间假日是不休息的 呼吁农民记得到公所农业课来申请 宜兰县郊西乡 圆山乡 三星大同等地的高阶离岁 受元旦前后几波寒流影响 嫁接好的离岁冻伤 为了减少农民损失 农委会依据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 公告每公顷救助6万元 受礼申请期间为2月24号到3月5号 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发觉到那波寒流连带来 第四条我们大家都知道 高阶来时要接他的花税 每一年都很厉害地接 不然你接的期间也去堵住寒流 就让他的生殿变卖 开灰的效果和结果也变卖 所以我们在浅卖地就来向农委的提出申请 经过农委的行政来勘在以外 发觉到输息非常严重 宜兰县高阶离生产面积为58.67公顷 三星就占了9成以上 共有42公顷 三星乡公所为了方便农民申报 受礼期间公所农业客不休息 让农民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办理 农民有从上中来来三星公所 都给客人来申请 我们白了礼拜也接受申请 所以大家没有时间 可以切你自己的时间来申请 我们也同样可以来接受 每一公圈我们上中来 有保障我们这个寒海灾 每一公圈有6万块 农民看天吃饭难免遇到风险 中央也推行高阶离农作物保险专案 中央和县府会补助部分保费 让农民多一份保障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 这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罗东正公所宣布 寿元春季法会 该以送金在园区来播送 而规划扫墓人潮分流来祭拜 由于寿元的宝塔 以及车厢是属于密闭的空间 民众一定要佩戴口罩 并且配合量体温及酒精消毒 另外2月27号以及3月7号 还有3月13号是火化的吉日 民众尽量避开这三天来扫墓祭祖 清明节扫墓祭祖受到疫情影响 罗东正公所为了避免群聚传染的风险 经过审慎评估后 今年寿元的春季法会改由法师送金祈福 在远区播放 而且不设计品坛让民众使用 因为没有办法做大型的一个法会 所以我们不开放 我们也会送金祈福 在3月20号那天我们会请法师来做送金祈福 进到我们的塔厅里面也是一样 我们会做防疫的消毒跟量耳温的动作 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合做好这样的防疫措施 尤其如果你有及家检疫的 或者是你有自主管理 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相信好朋友 尽量你就不要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有一个线上的一个祭拜 表达我们的诚意 所以在这边希望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都能够做这样的一个配合 镇长吴秋林表示 扫墓接驳车在3月20 21 27 28 以及4月2号到4号的廉价 在东兴科技以及玉尊宫廷车场有安排接驳 另外考量4月4号清明节当天人潮众多 公所暂停了罗东火车站 以及中山公园的接驳服务 那在3月份的时间 20 21 27 28 还有4月份的这个2号 3号 4号 这7天都有接驳车的这一个服务 所以呢也希望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能够配合我们公所的这个接驳车的时段 不要开车上山 在车站前面 还有中山公园这边 或者是在山下这边都有接驳车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配合 另外因为从今这个礼拜开始 28年假的这个时间的时段 大家都可能也会利用这个时段 过来这个祭拜祖先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分流 不要集中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呢 也能够让我们这个防疫的这个动作呢 能够完满 所以呢希望大家对我祖先的这个祭拜 能够表达我们的诚意 也能够做好一个防疫的动作 龙镇公所请民众善加利用非假日 以及每天下午人潮离风时段到寿源祭祖 同时要佩戴口罩 并且配合量体温跟酒精消毒 另外2月27号 3月7号 以及3月13号是火化吉日 人潮较多 请民众避开这三天扫墓祭祖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 明天早上台湾北部及东北部 三区是由零星短暂雨 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齐的好天气 下午因为封面通过的影响 东北季风增强 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 以及东部地区都会转凉 其他地区是早晚较凉 北部地区会转为短暂雨 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 接下来关心的是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明天宜兰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情况 将以今日是20% 气温是18度到27度之间 接下来关心的是其上 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我是蓝下炉 感谢收看 祝福一切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